由于男朋友出轨 女孩用公共电话打给了自己的手机 据说这样你想知道什么 电话那头叫小熊的人就会告诉你 他想要知道男朋友屋里的女人是谁 可尽管已经问了很多次 可电话那头依旧没有人回应 女孩无奈地笑了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会相信这个荒谬的传说 但好在等回屋以后 男友给他打来电话说明了情况 原来今天在男友屋里的女人不是别人 而是男友的亲妹妹 听到这女孩彻底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自己多想了 他将今天自己荒唐的行为告诉了男友 不曾想男友也知道那个传说 只不过不同的是 男友表示打完电话后 小熊会亲自来屋里告诉答案 可倘若问的是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对方就会生气 听到这女孩笑了 他本就不相信这个事情 于是便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等到了当天晚上 女孩正准备睡觉 桌上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结果等他一接 起初女孩以为是自己的男友在故意吓唬自己 可等他拨过去一听 男友的电话居然无法接通 他正纳闷是怎么回事 谁知电话居然又响了起来 女孩吓了一跳 他赶紧打开窗户查看情况 结果却发现对面的酒馆 压根就没有一个人影 难不成真的是男友在故意吓唬自己 偏偏就在这时 屋里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女孩有些害怕 但他还是壮着胆子拿起了手机 听到这女孩再也不淡定了 她战战兢兢地走下了楼梯 但好在大门并没有被打开 而等她通过监视器一看 门外并没有任何人 她担心那人可能正躲在监视器看不见的地方 于是为了一探究竟 她便撞起胆子打开了房门 谁知下一秒 门外果然一个人都没有 女孩这才放心地回到了屋里 然而正当她准备回去接着睡觉的时候 兜里的手机居然再次响了起来 女孩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结果等她接起来一听 僕 佐藤君 今 俺コメラ 有时候 我 你